今年的9月3日是日本人最难受的一天 为啥?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 8月24日,日本人不顾周围各国的反对 执意向大海排放和污水现在搞得焦头烂额 到什么程度,前两天,岸田还吹牛说 日本的水产被中国禁了,政府补助你们 政府帮你们开拓往其他地方的销路 结果他话音刚落,就有人出来说话了 我们养的可是海参啊 这玩意儿除了中国人外,其他国家基本没人吃 你怎么帮我们开拓销路? 怎么形容,这就叫自作自受 但今天说的另一件事,这才是让日本人最闹心的 今天,俄罗斯庆祝了它第一个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 即二战结束纪念日 这是我们应该都知道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字 向包括我们在内的同盟国正式无条件投降 看到这里,说不定有人要问了 二战都结束这么多年 为啥今年才冒出第一个这种纪念日 之前其实也有,但它不叫这名字 原来叫俄罗斯军人荣誉日 两个多月前,俄罗斯渡马通过决议 自从俄乌开战以来,日本人对我们可是很不友好 怎么办,必须给日本人上点眼药 所以俄罗斯渡马就通过决议 然后普京签署通过 挺好玩的是,对这种事,俄罗斯人也不藏着掖着 把上面说的这些事,在他的法案里说得清清楚楚 因为日本方面与西方联合发起俄日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不友好行动 所以9月3日纪念日名称的改动是反制措施之一 这消息一出,日本人立即跳脚 知道消息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就说 就这件事,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提出交涉 希望俄罗斯方面能撤回 结果大家也能想得到,俄罗斯那边都签署,成法律了 怎么可能撤回 到了9月1日,日本外相林方正又说话了 俄罗斯搞这个庆祝活动 可能会引发两国民众不必要的情绪对抗 怎么说,这番话极其的扯淡 你当初侵华时,怎么没想到 这引发两国人民之间永久性的情感对抗 你们败鬼时,怎么没想到 这会引发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对抗 这个世界,天生就该围着你日本人转的 是不是 但日本人真是担心这个吗 其实不是 林方正当天的另一句话 才暴露了日本人对这事 为啥这么关注真实原因 他是这么说的 日本政府确认俄罗斯在北方四岛 采取了最新动作 日方将继续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动向 并做出适当反应 这段话怎么理解 简单来说,就是 日本人担心俄罗斯人要是把这庆祝活动搞大 今后他想要北方四岛 这地方现在一般叫南千岛群岛 恐怕难度会再加大 为啥日本人会有这担心 得从为啥日俄之间 为啥会有这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说起 这件事最初是美国人给苏联人下的套 后来却变成了日本人自己的套 这里我上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 在北海道何堪茶家半岛之间 差不多1300公里长的距离 有一连串的岛屿 这些岛屿就叫千岛群岛 但千岛群岛 只是名字这么叫而已 它其实总共只有56个岛 这些岛屿的自然条件实在不怎么样 从本质上说 它们其实是一座座的火山 因为喷出的岩浆 火山灰什么的很多就成了岛 而且这些岛不怎么适合人类生存 纬度高 所在的海域也经常弥漫着大雾 又冷又潮湿 所以刚开始 对这些岛 俄罗斯人其实不怎么在乎 所以在1875年 它和日本签了一条协议 规定整个千岛群岛 统统都归日本 但很快 俄罗斯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个群岛本身没什么 但它太长 从日本北海道 一直延伸到勘查加半岛 把他们从厄霍斯克海 往太平洋的通道给堵住了 他们越想越后悔 终于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当时阵营有两个 一个是以德意日为主的 法西斯阵线 另一个是以英美苏为主的 反法西斯阵线 美国和英国为了拉拢苏联 对日作战 三家在雅尔塔开会时 罗斯福就向斯大林许诺 说战后会把整个千岛群岛 划给苏联 苏联对日宣战 除了出兵中国东北外 他们还顺手 把整个千岛群岛给占了 当时在千岛群岛 日本人驻军 总共有八万多人 所以苏联人费了不小的力气 搞了登岛作战 才把这些岛给打下来了 但这一切搞完后 美苏冷战也开始了 于是美国人 就给苏联人下套了 1951年 他把拉着一堆 当年没怎么和日本 打过仗的国家 和日本搞了个旧金山合约 但两个对日作战 最主要的国家 苏联人是没签字 我们是没参加 所以我们和苏联方面 都是不承认这个合约的 在旧金山合约里 美国人就坐手脚了 上面有这么一条 日本放弃千岛群岛 但千岛群岛 指的是哪些岛 美国人故意没讲 日本人呢 当然也信领神会 在国会通过旧金山条约时 把要放弃的一个个岛名列出来时 暗中动了手脚 别的岛名堵点了 但他们故意没点色单岛和持武群岛 1956年 日本人的手脚动得更大了 当时 他和苏联签署了苏日共同宣言 宣布两国结束战争状态 恢复外交关系 在谈判时 日本人突然提出 可不光是色单和持武群岛 还有国后和泽桌岛 也是我们的 理由是什么 他毕竟统治过千岛群岛70年 所以就搞了些移民去这些岛上 总共差不多有一万多人 但是靠着勘察家半岛的那些岛 自然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 所以没啥人住 主要住在泽桌岛 国后岛 色单岛和持武群岛上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 不光是这些岛 连北海道 本来也不是日本人的地盘 而是阿伊努人 日本人称他们为虾仪人的地盘 因为日本搞移民 已经搞了好几十年 有不少人就是出生在这些岛上的 他们才不管这些岛 原来是谁的地盘 所以自从1945年后 这些人就一直在闹 美国人为了不让苏联和日本关系变好 不断鼓动日本人 要他们去把丢掉的领土拿回来 苏联人也怕日本人和美国人走得太近 说可以考虑把色单岛及持武群岛还给日本 结果搞笑事出现了 日本人一看 这是原来这么容易 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格向来是得寸进尺 于是马上跑去跟苏联人讲 泽桌岛 国后岛也不在千岛群岛范围内也得还 我之前讲过 日本这个民族 它的思维习惯从来是崇拜最强者 它心目中的最强者肯定是美国 所以 它根本不顾前几年自家国会在通过旧金山合约时 已经把国后和泽桌岛列入千岛群岛的放弃名单里了 反而觉得这是连美国爸爸都支持了 你小小一个苏联还不乖乖跪下 把这些岛双手奉上 当时不管是日本国内政界 还是它的媒体都是挺疯的 一直追着苏联 说这些地方根本就不是千岛群岛的一部分 而是北方四岛 日本根本没放弃 所以要苏联吐出来 就这么搞着搞着 就搞出了北方四岛问题来 对那些被赶出去的日本人 美国人暗中大力支持 让他们时不时搞场游行什么的 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要他们收回这些岛 怎么说 日本人这是把无中生有 自己造牌发挥到了极致 但同时也把自己套进去了 对日本人的这种招数 苏联人怎么应付的 现在我们国人 只要说起俄罗斯 总觉得他们是战斗民族 傻大粗笨 做起事来简单粗暴 其实俄罗斯人搞外交 向来以精巧细腻 善于玩手腕文明 有点像脚麦芽糖 喜欢把事情搞得年年糊糊 等你以为这是真的就得这么年年糊糊时 俄罗斯人会突然下手 把他要的东西取走 所以他也将计就计 干脆一直和日本玩年年糊糊 既不承认有北方四岛问题这事 也不否认 坚决不让日本人绝望 就这么着 这场游戏苏联人玩了三十多年 但很快 苏联出现了笨蛋 谁 戈尔巴乔夫 1991年4月 他访问日本 日本提的任何要求 他都满足了 还以苏联国家元首的身份 第一次在日苏联合声明上签字 承认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存在领土问题 这是怎么形容 之前日本人还是凭空灶牌 现在手头有了凭证之后 更不肯松口了 而且因为搞的时间太长了 对这事 日本也没一个政客敢松口 因为他国内早就形成舆论场的思维定势 谁敢松口 不但政治生命和个人生育全回 说不定家人生命都危险了 结果这事就到转过来 变成俄罗斯给日本人下的套了 想要和日本缓和关系 就甩出这话题 来掉一下日本的胃口 和日本关系不好 就总理去岛上散散步 或者在上面搞个军事演习什么 日本会立即感受到痛 跑来抗议 到什么程度 光安倍晋三在台上这段时间 他就和普京见了25次面 只要每次普京都不把话说死 安倍就得陪着小心 找出个什么名目来 给俄罗斯赛点钱 或者给点什么利益 只求俄罗斯人安生一点 别在北方四岛上搞军演 或者弄出什么大动作来 让他在国内难堪 普京也玩得挺花 和安倍晋三见面时 动不动来个迟到早退 完毕 打哈欠 敲二郎腿 或者牵狗会见之类的 安倍见了之后 就明白这是钱不够的意思 赶紧再去搞点钱 如果俄罗斯方面 说出一些寒寒乎乎的话 日本这些首相什么的 会马上回国报喜 说自己在这方面 已经弄出一个大进展什么的 但实际上 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这市场游戏 还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那种 而日本政客为了伪装自己 正在解决这问题 还得给向俄罗斯人 付出不小的代价 过去七十多年 为这北方四岛 日本人费了很大的心思 赔了不知道多少的小心 还花了无数的冤枉钱 结果是一无所有 这是怎么形容 简单来说 就是日本人自作聪明 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然后自己跳进去 再被人玩坏了 日本政客可能认为 这场游戏会永远玩下去 但他们错了 因为去年二月 俄乌战士开场了 日本也跟着西方一起 来制裁俄罗斯了 既然大家撕破脸了 这游戏当然也就不用再玩了 那俄罗斯为啥还要和日本搞寒寒糊糊 玩这种黏糊糊的游戏呢 说到这里 大家就明白了 千万别小看俄罗斯 这第一个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 即二战结束纪念日 它其实等于在告诉日本人 你凭空造的牌 根本就不成立 这几个岛屿和千岛群岛其他部分一样 都是二战胜利得来的 简单来说 就是态度彻底清晰化 日本过去七十多年 一直在搞的事彻底泡汤 但这事就到此为止了吗 没有 还记得最上面提到这件事吗 不承认旧金山合约的 不光有当年的苏联 还有我们 因为随着它 还有件没有解决的事 将会重新浮出水面 到底哪些地方 才是日本的领土 这是之前我们提过 1945年5月 德国战败投降 欧洲战事结束 在德国首都柏林近郊的波斯坦 中国 美国 英国三大国联合发出了波斯坦公告 这个公告的第八条 非常明确 日本之主权 必将限于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四国 及无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意思非常明确 那就是 日本的领土范围 除了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四国是确定的 其他地方是不是属于日本 得由无人 也就是中美英三家来决定 1945年8月 苏联加入 这能决定日本领土范围的无人 就从中美英三国 变成四国了 之后 日本也是宣布 接受波斯坦公告 并无条件投降 战争这才结束的 所以 这意味着在日本投降时 就同意哪些地方属于他的领土范围 是由中美英苏四家达成共同意见 然后他作为战败国 无条件接受的 后来的事 我们也知道 因为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冷战 所以这事就拖了下来 直到现在为止 中美英苏四家也没能坐下来 对究竟哪些地方才是日本领土 做出最终的决定 但对四家有权决定他领土范围 这是日本人是认的 而且都是白纸黑字 他们自己签过字的 除投降书之外 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里 就有这么一句话 日本国政府坚持遵循 波斯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1978年8月签署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开头又说 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 应与严格遵守 这是怎么说 既然这段时间 针对俄罗斯搞的这个纪念日 日本人都自己跳出来了 都这么主动 提到北方四岛 这个二战之后 没解决的领土问题 他们既然这么着急 这么主动 对确定究竟哪些地方 才是日本领土这事 也确实该考虑一下了 怎么说呢 日本人的胆子 也实在太大了 9月3号这个日子前后 他本应该偷偷躲起来 不敢见人 现在竟然因为觉得很难受 竟然敢这么高调地跳出来 那就只能让他 no su no die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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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